今天要看看Trader Jaws的購物 我買得比較多 買了三大袋 無意外這幾個星期都會坐定定在家裡 因為有時候不買菜的原因是因為會陪伴 所以怕菜變壞 而且原因是因為我有點餓 還沒吃東西就衝出去Trader Jaws買菜 所以買了一些東西比預期中多 首先由這裡說起 第一樣看到是這個薯片 算是健康版的薯片 是這個Kell的chips 這個沒試過 是薯片我不吃的 普通Kell 但我覺得薯片之後應該醃製了 有些季節應該不會難吃得去哪裡 所以我也買了兩包這個 這個是另外一包 之後是這個Barkley的薯片 這個我之前也試過的 很好吃 他又做了些季節 有些薯片 我買了兩包 雖然是不健康 但不健康得來算是健康之選 因為始終割不了 這麼清不吃薯片 那些 之後買了Green Tea 這個是有成的一包 48個茶包 是Trader Jaws牌子 然後 買了很多飲品 因為如果你們不知道 我最近是健康人生 現在是戒毒二線 戒了酒 但一戒酒已經戒了兩個月 想要一些甜的東西 我也知道甜的不好 但很難說一次過可以戒清 因為平日酒蒸會變成糖分 所以有時候喝酒也不經不覺 喝了很多糖 所以身體也習慣了 所以我現在戒了酒之後 真的欠很多糖分 比起之前我一向都喜歡吃糖 因為我很喜歡吃飯 所以也買了一些飲品 這個就是Coconut的Water 就是鬼佬涼茶 這個他們喜歡喝椰青 椰子水 類似他們下火的 這個就是Trader Jaws牌子 其實我買了幾隻 因為我不知道哪個好喝 最好真的是一隻椰青 但他們不能買 所以買了這些椰子水 這個也很有名 而且我說話有點快 因為東西有點要冷 而且我也有點餓 因為剛才吃了一點東西 所以就沖了出去 真的是C Snacks那些 然後就是這些Crab Meat 是一個鐵罐 之前也買過的 很推介這個 可以煮通粉 或者麵 放些下去 很好吃 不會太粘 也有些肉吃 而且我也是嘗試去做一個Pescatarian 什麼是Pescatarian 就是不吃肉的 只吃菜 海鮮也吃 一個旅程我已經破界了 已經吃了一些肉 因為有時候真的很難 出到去旅程 有些地方真的不可能 大部分肉 不能不吃 二罐的Crab Meat 好了這一袋 剩下三樣東西 這個是Gummy 是維他命CGummy 如果有看我上一條影片 都在說整個月前 我買了一些 Multi-Vitamin的Gummy 也很滿意 因為我真的不喜歡吃肉丸 但如果叫我吃糖 非常願意 因為我很喜歡吃糖 從小到大 這個就是維他命C 因為我有一點點作病的感覺 所以買鮮也好 其實維他命C 對身體也好 但不要吃過兩 也想試試看這個 是怎樣 然後就是這一瓶的飲料 我之前去DermyA的活動 有印象試喝過的 也是一些健康的飲料 這個是蘋果味 應該酸酸的 沒有記錯 而且對身體好 所以也想買來試一下 而且真的想清一清 我身體的毒素 因為前陣子真的外出吃太多了 真的要在家裡吃一點 對 健康一點 然後買了這個Avocado的油 這個是煮食用的油 煮沙律也可以的 但我不吃沙律 我原本打算買那個葡萄籽油 聽說原來橄欖油不可以高溫 也想買葡萄籽油 但沒有 所以後來看到這個Avocado的油 而且是新的 這些是現在新興用Avocado的油 可以煮食用的 炒東西也可以 這個就完成了 不健康的東西已經看到了 但這個popcorn 起初也在想買不買好 但它的包裝實在太漂亮了 後來真的 因為千萬餓的時候不要走 Grocery store 不斷買一些不需要的東西 買了這個 之後是這包的baby spinach 必買的去親家市場 買了兩包 另外那包就在旁邊這裡 單單一會給你們看一下 之後買了一堆椒 另外买了一些 很少買的 之前也買過的 但也想多些纖維 因為感覺外出吃得太多 面面方面也要通通 我買了半打的蛋 還有很多蠟雜的東西 這些是不需要買的 就是這些bar 是protein 說是mixberry的味道 也想試一下 是trader joe's 原來不是 我以為是trader joe's牌子 應該是R字頭 RX bar 買了開心果 但已經剝殼 而且已經醃製了 這個是emergency 很流行的 是維他命C的飲品 一包有1000mg 因為我感覺到有點作病 所以也想喝一下這些 可以防止生病 然後是這一包的fegis 通粉之類 這個是 我也覺得是必買的 去trader joe's 這個我只買了一包 因為我好像記得家裡還有 但先買定 因為是我主要的食量 其實也是沒必要的 就是士多啤梨味的bar 就是cereal的bar 因為之前在whole foods 也試了他們出的 真的蠻好吃的 這個是trader joe's 所以後來買了 真的很甜 這個睡覺茶 這個是給晚餐的時候喝的 可以有很好的晚上 喝了這個 之前很久之前也買過 其實也覺得蠻有效的 到這個袋子 最後一件東西 又是coconut的juice 這個是trader joe's牌子 我分別買了三枝 也想試試哪一個會好吃一點 好了到最後這裡 首先是這一包白菜 買了兩包白菜 用來煮通粉色的 然後又看到一大堆飲品 對很多甜的東西 這個是beats的飲品 trader joe's出的 這個不肯定好不好吃 但之前在creation 是一間juicing的公司 有出過beats的juice也很好吃 所以也想試試這個trader joe's 買了這個綠色的 綠色的 全部都是菜汁的 排排毒 detox 這個是士多啤梨味的chia sip的飲品 這個我買了兩枝 已經開了一枝來喝了 回家途中也有點餓 味道也不錯的 真的是士多啤梨味 但是那些chia sip 也是覺得target的好吃一點 對 rasperry那一枝 它真的是一粒粒的chia sip 這個已經感覺到 可能不同品種的chia sip 我也不太肯定 可以接受 西瓜已經切好了 我買了兩盒 另外一盒在這裡 也很想吃 現在 還有很多東西 先說這個 這個是咖啡 有十包已經準備好用的咖啡 我喝開starbucks 有時候喝white chocolate mocha 我最喜歡的 但也比較甜 因為我也喜歡喝得太甜的東西 但那個真的太甜 所以也想試一下其他 有沒有可以在家裡洗 又不用外出 這個蜜瓜橙色的 好 差不多說完了 買了這四盒的yogurt 是士多啤梨味的 這個回購了很多次 超級喜歡 總共買了四盒 另外三盒在這裡 到最後一件東西 就是這個芒果的 這個是芒果已經切好了 這裡就是這個單 總共買了150.96 也比較貴 我也買得比較多東西 而最貴的就是這個 14.99就是蟹肉 另外就不說那麼多了 因為也比較小 很多小小件的東西 都差不多價錢 好了這支影片就完成了 希望你喜歡 如果喜歡的話 記得LIKE這個影片 訂閱我的頻道 追蹤我的instagram snapchat和facebook 好 拜拜